刚刚从前方得到消息 2023款的雷克萨斯RX系列 将会在三天后进入到预设阶段 此次上市的版本共计三款车型 分别是RX350小时混动版 RX450小时加插电式混合动力 以及RX500小时高性能混合动力 其中旗舰版本的售价有了大幅度的降低 最高降幅接近10万 仅售61万 对于旗舰版感兴趣的小伙伴 应该非常的良心了 这款雷克萨斯的RX 算是后雷克萨斯的绝对代表 为何叫做后雷克萨斯 我们知道从这款车开始 雷克萨斯就已经不在意佛系自居 从外观到内饰 整个风格迎来了180度的大角弯 战斗力的提升 足以让它可以正面对标BDA 先看正面 传统的仿锤式的隔山尺寸小了一些 但是明显整个层次感更强 而且隔山的两侧 还带有一种开放式的布局 logo位于中网的中间位置 所以新车要更注重细节表现 新车闪电式的大灯没有调整 只是从位置上要更加笔直 这样与车头也正好形成了呼应 容器的基盖也展现出了它的肌肉感 到了侧面 这款RX则表现出了更多的艺术感 感觉在尺寸上没有太多的改变 前后双距离式的轮眉加上腰线 以及侧裙的设计等等 都能带来更好的运动元素 另外这款车还采用了悬浮式车顶 配有镀个黑化门窗饰条 车身同色外厚视镜壳 车顶行李架 轮毂方面根据尺寸的不同 分为了19寸和21寸 从尾部的角度上看 这款车还带有一种宽体式的车身布局 C柱的下部分位置 设计了一种隐藏式的设计 这样车顶就形成了悬浮式的效果 这是在上半部分 而到了下半部分 我们看到尾灯形成了贯穿式的灯带 在整个牌照区域与它的后包围 也完美地呼应到了一起 另外 新车的排气设计也颇具艺术气息 整体而言 从外观的布局上看 这款车已经做到了与BBA竞争的准备 所以 那时也带来了巨大改变 三幅式的方向盘 采用了双元素组成 木质材料加上真皮的覆盖 营造出了更加奢华的感觉 配备了专属的液晶仪表盘 以及接近于异形的中控屏设计 也保证了新车的科技感 当然了 这部车在配置上也是全面拉满 除了乞丐版匹配的是9英寸中央显示屏以外 其他的版本全部为14寸 例如电动可调天窗 智能电控车门 三驱自动空调和12扬声器高级音响 也都成为它的标配 另外 旗舰版还配备全景天窗 64色分围灯 前排座椅通风加加热功能 乳架座椅技艺等 并提供科技套装和真相套装选装包 车机系统支持无线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以及OPA在线升级 如果你认为 在设计上还差点意思的话 那么 配置上则做了前面的升级 动力上 我们拿最具代表性的RX450小时加来讲 匹配的是代号为A25BFXS的2.5升插电式混动系统 配E4四驱 零百加速更是做到了6.5秒 变速箱依旧是万年不变的ECVT变速箱 新车的旗舰版 也就是RX500小时的价格 有了明显的回落 预计售价在61万左右 新车将会在三天后全面开启预售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傲慢的微笑